我们有14亿人口 比于OECD38个国家的人口相当 OECD国家是在发达之后开始去实现碳大风 而我国是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 刚当实现小康就要去实现碳大风 同时我国从碳大风到碳中和只有30年的时间 是全球实现碳中额实现最短的空下风 在这样的大美景下 我国的碳大风 碳中额的需要 比发达国家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 更需要科技创新去担当 更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去推动 能源产业治理理念的绿色科技 更需要在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的绿色科技上发力 创新 必须坚持系统理念统筹国化 着力建立健全四个体系 一个就是建立健全自上而下 统筹协调的 比如双碳的责任体系 明确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 从生涯环保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部门各行业 从政府到市场社会公众等各类主体的任务 压实各方责任 解决好谁来抓的问题 二是建立健全覆盖全面支撑精准的双碳的政策体系 重点是要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用地结构和两个项目准入等等 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个相关的立法工作 解决有法可疑的问题 三是建立健全同质用阵 同向发力的双碳的行动体系 这个就是要统筹考虑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的战略定位 发展水平以及控制双碳方的责任潜力能力 第四个难过项就是建立健全 需求前引 着眼突破的单态科技创新支撑引起 这个主要就是围绕能源革命 产业转型 技术升级 突出原创性 颠覆性 还有引领性的创新 中国在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 有一些成功的做法 一是搭建绿色发展多边合作的机制 发起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打造了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水平的服务平台 推动与共建国家的环境标准合作与对接 二是支持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是帮助南亚、东南亚、非洲等有关国家建设风能、太阳能等 可再生能源项目 建设供水厂、垃圾粉烧发电厂 三是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通过实施绿色思路使者计划 累积我们国家为121个共建国家 总共有大约3000多人次提供了培训机构 四是推动技术交流与援助 推动我国绿色地带环保技术、产品和标准走出去 我想未来我们国家将进一步与一带一路国家沿线的这些国家和地区 加强在深海环境这个标准 清洁能源、清洁生产技术、污染质力、环境建盘等方面 开展更多的技术合作与交流 携手共建更加绿色地带一带一路 中美应该共同打造应对气候危机的诺亚方舟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关系全人类的命运和前途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可以独善其身 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 中美曾为应对气候变化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今年4月双方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中美联手应对气候变化 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科技无国界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科技更不应该有国界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 绿色地毯技术创新不是一国之士 需要各国同力合作 世界各国应该打破技术壁垒 大力加强环境科技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 发达国家要彰显绿色地毯技术共享的责任和担当 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 发展中国家也要积极地更开放的态度开展合作 在合作中提升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 工业文明始于蒸汽机的发明 发源于发展于欧洲 进而成为世界各国的分约目标 发展国家坚持高速发展 在生态系统破坏环境污染之后 寻求污染转价 而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贫困 只能依靠接受污染企业的全球转移 然而就在发展国家庆幸自己环境 刚刚改善不久 就发现了因果循环 本以为把污染转给到转到了邻居家里 就完事大吉了 他们忘记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村 一个地球村 实际恩德斯早在140年前就指出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 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 它牌往的累累积 导致了全球的气候变化 极端团结了极端天气 刺激密封 二氧化碳 成为了人类活动的总约束 严峻的形势 催促人类必须联合起来 共同的产生